探索世间奇闻,感受不同趣事 一看到土豪这个词 大家自然而然的会联想到该群体挥金如土的属性 在他们眼中,钱根本不是钱 只是有数字的纸而已 就连硬币都拥有了另外的身份 国外某土豪就是如此 我们都觉得硬币可以作为商品交易 也可以用来收藏 没想到他们居然用大量的硬币来铺设地板成品 果然是有钱任性 前段时间,美国有一位土豪效仿他们的做法 用8000美硬币打造了一张别致的餐桌 看过这张餐桌之后 大家第一反应就是高端大气上档次 一般人还真没机会体验 该土豪之所以会制作这样一张餐桌 主要是因为觉得之前的餐桌有些成就了 不太符合现在的时代审美 所以决定自己改造一下 他先找到工具,将桌子的边缘清楚干净 再找到对应的模具 将桌子的边缘打磨光滑 在材料上切割出相同大小的桌面 然后涂上强力胶 再把切割好的桌面覆盖住原来的桌面钉上钉子 这样初步改造工作就全部完成了 为了让桌子看上去更美观一些 他直接选择了人民币作为装饰 先将桌面涂成黑色 然后整整齐齐地铺上八千枚硬币 一张普普通通的桌子瞬间档次飙升 最后还倒上了调配好的还养树枝 这样可以让桌子更耐用 谁能想得到原本这是一张即将被处理掉的废弃桌子 就这样摇身一变成功逆袭变成了奢华别致的新桌 就连价值也蹭蹭上涨 不知道大家想不想打造一张同款餐桌呢 好了 今天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喜欢我们记得点赞和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